!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NC Channel 我是NC小夜 相信如果你是現在還要在看我頻道的老觀眾的話 對這個系列的回歸應該是相當興奮不已 如果你其實完全不care這個系列的話 那我也沒辦法 為了今年剛加入的新玩家以及以前沒有看過這個系列的觀眾們 這邊就稍微跟各位解釋一下這個系列是在幹嘛的 簡單來說在這個系列中我會詳細的解釋 每一隻武器相對重要的素質與特性 並且加以分析過後向各位分享我所推薦的最佳配置 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有關這些武器在遊戲中的性能、素質 或是台港冠軍的推薦配裝的話 就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並且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未來的技術 那麼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讓我們來看看被稱為現版本全能型武器之最的M4吧 首先就先從我們的傷害與傷害距離說起 M4的有效傷害距離衰減的距離分別是26公尺和45公尺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三段的傷害數字表 在26公尺內M4的傷害會是28點 在26到45公尺的話則是22點 最後在超過45公尺的情況下傷害則是18點 也就是說在核心模式下 M4需要擊殺一名玩家所需的子彈數會是4到6顆 而傷害部位加成的部分 M4在頭頸部以外的地方都沒有任何額外的傷害加成或衰減 頭頸部的傷害加成倍率為1.36到1.39倍之間 所以原本的三段傷害數字會變成39、30以及25 換算成擊殺所需的彈數的話 在所有三個傷害區段都需要至少擊中頭頸部2發 才可以有效的降低TTK與STK 而我們的M4在MW2裡的射速為每分鐘810發 所以換算成TTK的話則會是222、296以及370毫秒 在擊中2發爆頭以上的情況下則會是148毫秒的極短理想TTK 接下來是我們的機動性數值 在完全空槍的情況下 M4的舉槍瞄準時間為240毫秒 基礎跑射時間和戰衝跑射時間為210和310毫秒 基礎換彈時間為1.33秒 這邊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裡的換彈時間是包含了切槍取消動畫的時間 也就是右下角彈匣子彈數補滿的最短時間 如果你沒有做切槍來取消補彈動畫的話 實際上補彈的時間會再稍微長一點點 再來是後座力圖形 M4作為突擊步槍來說後座力其實是蠻優秀的 基本上都會是垂直向上的後座力 但是在射擊到差不多第10發左右的時候 會有稍微明顯一點向左上跳動的後座力 這邊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過整體來說算是非常好控制的後座力圖形 好到此為止差不多是M4這把槍 我認為大家比較需要知道的基礎數值 接下來我想針對M4的槍管配件 來跟大家稍微細談一下 這次MW2在M4槍管上比起MW2019稍微簡單的一些 主要影響交戰距離遠近的傷害距離 在可以裝備的7種槍管裡面 分別有增加射程的419mm EXF 高塔20英吋 以及減少射程的7.5TEMPUS火把 11.5英吋TH4 LX97 CARBIN燥筒 很有意思的一點就是這裡增加射程的槍管 疑率都是增加20%左右 而減少射程的槍管也都疑率是減少了10%左右 也就是說短程的槍管打短程基本上都不會差太多 反之長程的也是一樣 反觀MW2019隨便一個加射程就是40%起跳 這一代在槍管的影響上很明顯沒有上一代來的這麼嚴重 而在後座力方面也是一樣 除了TEMPUS火把跟TEMPUS戰豪專業版稍微是後座力幅度偏大一點之外 其餘的槍管在後座力的影響層面上其實都沒有到非常明顯 雖然看的出來有差異但是也不到非常有差的地步了 這也是為什麼之前小夜一直在說 如果你看到有人說在MW2裡配長槍管加5槍頭可以抵消正負 那他要嘛不是根本沒測止拿MW2019的標配來騙流量 就是他根本就是沒有測止拿MW2019的標配來騙流量 OK那接下來小夜就推薦大家幾個我自己覺得非常好用的配置 那這邊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因為每個人的打法以及擅長的作戰能力也都不盡相同 所以接下來介紹的這些配置 我也會跟大家分享這些配置背後的原因以及理由 也就是說在知曉這些理由以及其帶來的好處跟壞處之後 如果你想要做自己的搭配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的 我自己就有看過很多人因為看了網路上推薦的配置 而非要使用於自己打法相去甚遠或是自己用不習慣的自訂配裝 搞到最後遊戲裡面打的不理想自己最後玩的也不開心 這樣反而就有點粉末倒置了 根據這部影片或是我給的配置去做延伸以及替換 都是非常OK且沒有任何問題的 對自己要有點信心也要記得相信自己的手感 才能真正做到自霸戰場 好啦那麼首先我們第一個配置 會是我所推薦的中進型的機動配置 首先是槍管部分這邊選用了LX97 Carbon槍管 雖然前面有講到槍管對後座力控制本身並沒有起到太大太明顯的作用 但是這個槍管卻可以在不對舉槍瞄準速度產生負值的情況下 增加我們的後座力控制 腰蛇後座力控制以及子彈速度 對於目標交戰距離是屬於中置進程的配置來說 這個槍管可以說是非常好的選擇 當然如果你想要更快的話 可以選用其餘對舉槍瞄準速度產生正值的槍管 只不過會被歸類為短槍管的這些選擇基本上都減少了子彈速度 對於忠誠的目標可能就不是那麼容易對付了 所以我個人還是會選用這個槍管 來確保在對於較遠距離目標交戰的時候能保有一定的優勢 再來槍口的部分選用的是無回聲巴鈴消音器 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可以疊加子彈速度 為什麼呢?上面剛剛已經有解釋過了 至於為什麼會選用這個消音器 是因為在增加子彈速度的消音器中 無回聲巴鈴屬於擁有較好成效 但是對舉槍瞄準速度影響比較沒有那麼大的槍口 左右兩邊的先行者D20與FSS逆中V 其實就有點像它的上位版與下位版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挑一條手感的話 也可以從這兩個為主的地方去做嘗試 當然由於目前遊戲的消音機制CP值不是那麼的高 所以如果不想裝消音器的話 我個人還是很推薦各類的自推器與補償器 基本上就是那些一堆有加垂直跟水平後座力控制的槍口 這些東西跟現實生活中一樣 對武器的後座力控制起到非常大的幫助 所以如果你是壓槍壓不好或是覺得後座力有點太大的玩家 也可以試試看這些槍口 再下來雷射的部分選用了FTAX神之光雷射 這個理由其實很明顯 由於是中進程的機動性配置 我們的跑射速度當然是能加就加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點就是 腰射的準確度與後座力控制 這個雷射經多方測試和國外數據大神的結果比對過後 裝備這個雷射可以非常有效減少腰射射彈範圍高達25%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有用 那同樣的道理 但是腰射的好處這邊如果變換成了舉槍瞄準速度的話 就會是我們的FSS OLE V 雷射 它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就看大家偏好哪一個 我自己最後選擇偏腰射的原因是因為 腰射準度夠高的情況下 其實舉槍瞄準速度就算慢一點也沒有任何的問題 同時這個也就給了其他配件有更多的空間以及更多的選擇 所以目前我個人是都比較偏好這一個加腰射準確度的 而下掛則是選用了VEX鳳梨紋 除了可以進一步穩定後座力之外 還可以再更加一步的對腰射的素質進行疊加 最後再配上了Kornon迷你專頁瞄準鏡 讓對槍時因為機秒晃動的造成對瞄準的影響最小化 這樣子就形成了一個近距離可以準確腰射 中距離可以有效快速輸出的M4配置 這個配置其實也不是不能達遠 只是它對於你的後座力控制壓槍需要有一點點的要求 對我自己來說用起來是還挺順手的 所以我自己來評價這會是一個全能型的配置 不過主要還是以中近距離為主要的作戰考量 第二個配置則是中遠形的長程配置 首先比較淺顯易懂的點是雷射換成剛剛提到的FSS OLEV 除了貼補一點舉槍瞄準速度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瞄準穩定度 雖然我是還沒有在這個頻道跟各位解釋過這個東西 不過講簡單點這個瞄準穩定度其實會變相 稍微影響你的後座力表現 除了這個之外長距離瞄準的時候當然也是越穩越好 你覺得不會希望你在瞄準遠距離目標的時候 槍支準心喊在那邊給你晃東晃西的 同樣的理由還有下掛的FTAG開堂手56 對於瞄準閒置穩定度有著不少的提升 同時又可以增加後座力的穩定程度 再來是槍管 這邊的槍管我們是選用了高塔20英吋的槍管 主要當然就是為了它的傷害距離和子彈速度 優於等等槍口的部分我們會換成別的 所以這部分的射程缺口就由我們的槍管來做彌補 剛剛提到槍口的部分 我們這邊就是選用RF皇冠50 這種補償器可以說是CP值非常高的配件 不僅同時對水平和垂直的後座力控制 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在裝備的同時對於瞄準穩定度 和舉槍瞄準速度的影響也不會太大 對於需要對付中遠目標的配置來說 這個配件可以說是相當不錯的選擇 上面這幾個配件搭配 完成了我們中置遠距離所專用的M4配置 基本上M4算是一個從根本上就很全能型的武器 它其實在各個數值上都很趨近於平均值 並沒有特別在哪個地方亮眼 但同時也沒有在哪些地方太弱於人後 正要說的話我覺得新手使用這把槍最大最大的障礙 就會是前面提到的 一地時發子彈左右開始往左上偏的後座力 其大部分不論是在操作的手感 射程涵蓋度以及對槍容錯率上面 M4都可以說是非常穩定且不易失守的第一選擇 這也是為什麼這兩周有人問我從哪把槍開始練起 我都會說先把你的M4練滿再說 因為它真的是非常適合帶領新手入門這款遊戲 熟悉之後也可以打出非常穩健且持續的火力輸出 那你如果去為一些實力比較不錯的老手 很多時候他們也都會告訴你 比起超高的機動性超高的爆傷能力 有的時候在連續交戰和高連殺的情況下 最最需要的其實就是像M4一樣 極高的槍支表現穩定度 畢竟越能掌控手中的武器 也就越能掌握接下來的每一場對槍 好的那麽到此為止 差不多就是我們這次第一集的槍支介紹影片 如果是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也不要忘記幫小葉按個讚 訂閱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未來你才不會錯過更多有關這類資訊 以及槍支介紹的集說 那麽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小葉 I'll see you guys on the other side Bye bye by bwd6 s v